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此不少机构和观察人士均认为拜登将毫无悬念地赢下本次大选 甚至有观点认为他将躺赢 不过尽管拜登的民调大幅领先 但与特朗普的差距出现缩小的情况 同时更大的变数来自选举人团制度 根据美国选举制度 美国总统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 并非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获得半数以上选举人票者当选总统 选民在大选日投票时 不仅要在总统候选人当中选择 而且要选出代表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 538名选举人 以组成选举人团 绝大多数州和华盛顿特区 均实行赢家通吃规则 即把本周或特区的选举人票 全部给予在本周或特区获得相对多数 选民票的总统候选人 当选的选举人必须宣示 在选举人团投票时 把票投给在该州候选的候选人 赢得270张或以上选举人票的总统候选人 即获得选举胜利 简单的说 即获得某一周选举票数最多的总统候选人 获得该州全部选举人票 2016年美国大选中 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虽然领先特朗普近300万张选举票 却输在了选举人票上 另外本次大选中 全美各地选民的登记情况 存在巨大的差异化 加上高比例的邮寄票票 令投票率难以预测 特别是在决定胜负的摇摆州 最后过去几年以来 金融市场频频飞出黑天鹅 不断打脸主流媒体的预测 及所谓的主流民意 若按当时的民调 希拉里将会轻松入主白宫 但结果令人大跌眼镜 综上所述 在民调明显落后的情况下 特朗普并非没有翻盘的机会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重磅风险事件的影响下 市场倾向于买入黄金 以对抗不确定性 在过去两个交易日 黄金路德两连涨走势 并逼近1900关口 悄悄脱离了上周中的地点 展望后市 若特朗普意外胜选 则可能令风险厌恶生润 从而提振黄金的避险需求 若拜登获胜 则有望利好风险偏好 从而打压黄金 另外大选尘埃落定之后 则刺激法案的谈判 将再次提上日程 将成为干扰金价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旦特朗普输掉大选 白宫权力过渡期间 美国的社会动荡 是否会加剧 权力交接是否会顺利 这也是美国大选带来的另一个不确定性 而从黄金的技术走势来看 目前金价陷入区间震荡 后市暴涨暴跌的机会同时存在 从黄金的日前图显示 价格于8月7日刷新历时高点2075 后震荡走地 并在失守3月20日低点1455以来的 上行趋势管道后 进一步扩大跌幅 不过行情在1849 9月28日低点B点附近获得了知识 并一度反弹 在多次受阻于0.382AB1935附近后 行情再度掉头回落 并失守了B点以来的上行趋势管道 延续了A点以来的整体下跌节奏 然而价格的下行止步于1860附近 避免了进一步走地 目前行情维持在1850-1935区间震荡 等待更栖息的方向指引 后市一旦失守1850 则跌时有望加剧 恐进一步下挫至1765 不过如果后市涨破并企稳1935水平 则有望刺激价格向2000-2015区域发起冲击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看出品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